就是71年联合国通过了1758号决议 那么根据这个决议 就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的席位 那么因为当时他是这么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代表 那么于是就把台湾的代表上就驱逐出去了 它不可能有两个中国 那么从逻辑上讲 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 那个台湾又是中国一部分 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很长时间其实美国也是承认这个东西的 只不过近年来因为美国 他的那个立场变了 把中国从伙伴变成对手了 要打台湾牌了 于是他就开始拘捷 我就从法理上讲 那个258号决议是清楚的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整个中国的 因此那个台湾就没有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就是于是就被驱逐出去的 因为那个如果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代表大陆不代表台湾 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必要驱逐这个台湾的吧 所以原来逻辑是很顺的 近年来只不过是美国的需要变了 他就可以换说法了 所以坦率讲呢 那不是个法理问题 法理问题我觉得早就解决了 它是个政治问题 是个战略问题 美国一旦他有需要了 他完全可以把他昨天收回来吧 就是因为2758号决议很长时间是没有那个争议的 所以呢 原来我们跟各国建立方交的时候 都没有专门提这个 因为近年来 那个美方嘛 不断的炒作这个 不断的曲解2758号决议 就中国在跟老鲁这个建交的时候 就专门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立场 是根据新的形式来决定的 那么另外国际组织呢 有很多类型是吧 有那种只能有主权国家构成的 典型的国际组织 也有一些那个NGO NGO就是那个非国家行为群体 或者是次级国家行为群体也能去 所以这个两个东西不太一样 那个那么还有在这个主权国家组织里面呢 还有一类呢 是那个叫经济单位 经济单位 那么像WTO 是吧 那个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安排 像那个WTO 我们台湾也作为一个 那个成员参加了 然后那个香港也是 要特别关税区 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安排的 大家知道联合国原来在苏联时期 苏联就好几个成员国嘛 除了苏联 还有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那个所以 我们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 严格的 那个叫什么 代表主权国家的组织 台湾是肯定不能去的 但有一些 那个跟经济相关的 这个 那个组织呢 台湾呢 或者香港 以特别关税区的形式 参与还是有可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